亚洲冬季棒球联盟明天也就是26号就要开打了 那终止连队的选手包括小小郭在内 把握开打前的最后练兵日 是在台中的周期棒球场积极备战 对 没错 那其中呢还有一位是中华职棒年度的新人王 蓝米国桃源的内叶手郭修妍 他今天的表现其实非常不错 但是他还是选择要牺牲他的假期来参加冬季联盟好好磨练 因为他认为在内也是值得的 精神抖擞的画虾响彻台中周期棒球场 正当大部分的职棒选手休假时 这群中职联队的球员正积极备战亚洲冬季联盟 蓝米国内叶手郭修妍是年度新人王 但他仍选择参加冬季联盟磨练球技 借此加强手背以及临场反应 迫许现在有年纪了 然后我不想要去浪费时间 我想说因为我觉得打球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虽然来打这个比赛可以没办法让自己放假 然后感觉今年很累 我觉得这个累让我得到的很多经验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这次冬年的最大焦点小小姑郭宏志 和小老弟们有说有笑 毫不吝啬分享自己的经验 年轻的中职投手把握着难得的机会 向来自各队的选手教练学习讨教 期待站稳明年球季 比赛临场经验 还有多观察打折 希望可以加强自己 然后让自己出赛更稳定 冬季联盟希望把局数拉长 然后把控球练好 然后就是希望明年可以先发这样子 冬季联盟将从周二开打 终止连队的选手们 要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努力准备自己 明年球季 交出更亮眼的成绩单 有点TV许三传李爱传台中报道